医护人员如果不想要打AZ疫苗 有可能会影响到烤鸡吗 部立金门医院有护理师爆料 表示护理长以烤鸡为理由 要求他们表态要接种 还暗示说如果不打疫苗 到时候烤鸡只会拿一等 对此金门医院上午特别澄清 说不会强迫同仁打疫苗 也跟烤鸡无关 卫护部也说没有这回事 而部长陈时中日前才大载 金门医院的接种医院 是全国最高的达到了百分之百 另一位也秀出了数据打脸 说第一天有医院施打的医护 明明只有八个人 和卫护部所说的两百多人 实在是差很多 金门医院院长率先打下 全金门第一针AZ疫苗 期盼起到带头作用 却还是有人怕怕的 但不想打却传出可能会影响年度考核 金门医院的护理师贴出来群组内容爆料 护理长调查大家的施打医院 却说请尽快回复 以免自身权益受损 更暗示不打疫苗 考基恐怕只有疑等 让他相当不满 而消息一出 金门在地立委也无法置信 不要说明说是暗示 这样就会造成那个 下属人员心目中的这种恐惧或是担忧 一定不会影响考基 也会去加强这个沟通 否认院方施压 强迫同仁打疫苗 金门医院也澄清 打不打AZ绝对和考基无关 这跟考核是完全没有关系 那当会显那样是 只是说希望在时间内能够尽速的回答 而指挥官城市中日前宣称 金门医护施打医院 达到百分之百是全台最高 但立委提报 明明开打首日 只有八个人要打 连开封疫苗的扣打都不到 这个医院的人讲说愿意施打的 登记的只有八个人 报回来的是两百多位啦 全部都应议吗 他都等于差不多就是全部了 温局跟医院这边是不是有误解 这个调查的一个资料的一个情形 没有说是故意说访 数据怎么来成了罗生门 而AZ疫苗副作用一律 没消除钱 想提高民众信心 除了长官带头打 还得再想想其他办法 这台北金门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